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副市长一一仔细查看 副市长林一华表示 由于台北市首例本土登革热确诊个案为不明感染源 加上台风来袭多日降雨 登革热传播风险升高 因此除了文山区公所立刻成立区集应变工作小组 进行登革热防治工作外 也呼吁民众落实寻道清刷 避免并没闻资深缘 我们对于这个登革热部分 台北市各局处一直都做很好的把关 但在10月1号 那在10月1号确定出现我们台北市第一例 那也就在文山区 那这一例呢因为它就是没有 因为大家知道其实新北市 所以就有一个比较群聚的部分 但是呢我们并没有它中和跟新店的一个活动时 所以现在还在做疫调当中 那这个部分至于是怎么样的相关性 因为相关基因比对呢 我们必须要送到中央去 一般是7到10天才知道结果 所以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同时的 就必须要对环境的部分来做一个整体的清理 那因为这位的就目前登革热这个个案呢 它的活动比较是在我们文山区有三个里的范围 所以三个里的里长都带着志工 这几天我们都已经做完全部的一个清理 但今天我们还是针对重点这个景华公园的部分 还是有去做一个 类似说大家刚刚看到有些地方水排不掉 那那个部分怎么样子 公园处赶来做一些 整体到要把沙补上去啦 等等这样的状况 还有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把那个做一个清销 这些都是我们现在会把这些该做的环境保护的工作 第一行点先把它把关起来 一知道这个个案之后 10月2号文山区公所区长就成立的这个应变中心 那当然就必须要集合 我们所有各单位相关的部分 来确定工作落实 像刚刚来看过景华公园的状况 就必须呢 区长就会尽快再召开第二次会议 确定我们今天所看的各部分 各局处都能够按照要求把它做到位 那这里面我们除了这个公园之外 附近的社区应该要有的巡道清刷 因为尤其为什么今天来 就因为台风刚过后 下过大雨 所以很容易有积水 那这时候怎么样把积水部分排除掉 该做的巡道清刷 那另外这附近也有学校 所以学校部分呢 也整个必须要动起来 把巡道清刷做好 那另外当然就不是只有这三个里 而是透过这样一个个案 就要求所有的区 所有的局处 都在这时候必须要全部动起来 来做一个好的把关 由于确诊个案 居住地与活动地横跨文山区 景东里 景行里与景华里 里长也迅速动员 里民及环保志工 进行社区资深圆清除 展现社区自主动能 全民动起来 全民动起来 登革热楼卖来 登革热楼卖来 我想这个老人家 因为他每天都有出来运动 那他也没有出国 也没有去过其他外线市 所以我们也是 平常因为就已经是很 注重这个环境清洁维护 那突然间有这样的个案出来 其实我们也蛮惊讶 可是呢 出来我们还是得要面对问题 去解决问题 那我们就也每天 几乎都在广播 还有用群组去请大家 去做这个清检 检视各地方的一些 居家环境 一些除水容器的清倒 刷洗啊 这些 比如有废系轮胎 或者一些环保碗筷 或者像一些塑胶帆布等等 塑胶带类的 这些物品都要把它清除 这样一个工作 那包括水沟 我们也常会请居 居住在附近的周边的 这些住户 要能够做 做一个清检的工作 避免这个有储水 积水在这个环境周边 滋生这个决绝 我们各邻有各邻的邻长 那我们也常在群组里面 发布起邻长 他们自己去 自我检查周边环境 甚至就是发动 居民一起来做 动手起来去检视 周边的居家环境 维护清洁 那如果有一些 不配合的民众 我们也拜托 清洁队来帮忙去做一些 劝导疏导工作 对 那我们有一些热心民众 其实一些服务 职工真的也很帮忙 就是平常早上起来 他可能就在家吃完早餐 他就已经开始在做一个 扫除地方环境卫生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对 卫生局也提醒 登革热潜伏期为3到14天 民众若出现发烧 头痛 后眼窝痛 肌肉痛 骨骼痛 关节痛 出诊恶心或腹痛等 登革热疑似症状 请尽速就医 并主动告知旅游时及接触时 以例及早诊断 及早治疗 确保自身健康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迎接113年国庆日 担任庆酬会主委的 立法院院长韩国瑜 特别召开记者会说明 今年包括大巨蛋举办的 国庆晚会 榆林县的国庆烟火 及国庆大典的 三阶段表演等活动内容 希望大家一起爱自己的国家 以实际的行动 祝福国家生日快乐 中华职棒拉拉队正妹 与可爱的爱伯特幼儿园 拉拉队合体大跳应援舞 为113年国庆记者会 揭开序幕 担任国庆筹备委员会 主任委员的立法院长 韩国瑜表示 2024国庆活动 有许多精彩内容 包括在台北市大巨蛋 登场的国庆晚会 双十节当天在总统府前 有正式国庆大会 当天晚上在云林县 则有国庆烟火 其中今年国庆大典 领唱国歌 将由三位古龄头参战英雄 与刚获得世界合唱大赛金牌的 尼布恩合唱团一起担刚 意义非凡 我们今年国庆 还有古龄头三位老英雄 会亲自出来唱中华民国的国歌 这三位老英雄都90岁 他们还有这个心 他们年轻的时候付出青春岁月 血汗与健康甚至生命 他们很清楚 保护中华民国的国旗 所以三位老英雄的带领之下 我想再一次的 呼唤所有的国人同胞 爱我们自己的国家 爱我们的中华民国 除了介绍国庆各项精彩活动 韩国瑜也有感而发地表示 今年的国庆意义格外重大 呼吁大家一起坚定建立强大的信仰 用四句话龙说 就是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 美丽台湾是我们的家 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 自由民主是我们的宝 希望一起爱自己的国家 我们心中没有信仰 是很可怕 任何一个国家 社会人民的建构 不是只有在物质上的文明 GDP多少 外贸数字多少 就业机会多少 赚了多少钱 物质文明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精神文明 也就是我们的信仰 在这里呼吁大家 我们一起来坚定 我们建立我们自己强大的信仰 这个信仰我本来浓缩为四句话 接着就跟大家一起分享 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 美丽台湾是我们的家 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 自由民主是我们的宝 这国家 根宝 应该是所有国人同胞 大家紧致在心 变成我们精神文明的最重要的力量 日前亲自前往大巨蛋视察 国庆晚会准备工作 角安除了邀请海内外同胞 共同参与外 也表示当天 北市府在松阴大道规划第二现场 透过户外大荧幕转播 让无法进入大巨蛋的国人 也能欣赏到江惠等人的精彩演出 国庆是所有国人展现爱国心的时刻 所以不分来自哪一个县市 国外哪一个国家的侨胞 我们都是一家人 大家共同庆祝这重要的时刻 见证国家进步的脚步以及繁荣 同样在上一次台北举办国军晚会 是八年前在台北小巨蛋 而从小巨蛋到大巨蛋 这是见证台北市进步发展重要的里程碑 也是台北市迈向巅峰的具体成果 所以这一次我们展开双臂 再次的欢迎来自海外的侨胞朋友 回来 来到台北市 走进大巨蛋 共同庆祝中华民国的国庆 也看到台北市的进步 以及展现台湾民众的向心力 凝聚力 也让世界看到团结的台湾 庆酬会方面表示 国庆日当天活动将分三个阶段 包括有永英高架机 以5G大宴队型低空冲场通过 典礼台上方作为开场的畜牧软场 还有国庆大会的国歌领唱及国庆礼战 疑点结束后 则是由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联的操演 陆军官校展棋队 迎领2024巴黎奥运等竞赛选手乘坐英雄车队进场 还有花莲县文化艺术团带来的传统原住民舞蹈表演 与客家文化崭新表演 活动最后则由空军雷虎小组组成 七机五角队型 喷彩烟低空飞过灌里台上方 为国庆大会画下圆满句点 欢迎国人到现场一起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记者张气腾台北报道 由知名企业家林玉林先生所创办的第八届 玉林台湾奉献奖揭晓 最大奖由中华育儿机构儿童关怀协会创办人 宏景芳女士获得 因山陀儿台风造成的灾情 林玉林宏泰基金会与公益信托 也宣布将捐赠1500万元 给受灾较为严重的高雄市 新北市及基隆市 基金会创办人林玉林先生 以AI方式惊喜献身 宣布第八届台湾奉献奖得主 由创办中华育幼机构儿童关怀协会 与青少年自立发展基金会的宏景芳获得 30多年来致力于私家儿少安置 与自立发展服务 年近七旬的宏景芳 很感谢林玉林宏泰基金会 让他们能继续为私家儿少的未来努力 林玉林先生光带社会 无私奉献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举 因为可以发掘美丽的台湾 曾经或者是现况 以至于未来 都有许多NGO 有许多的社工 有许多的志工 有许多用生命来影响生命的传承 那是承担的承 也是承权的承 那么他们有这个奖 而且有一个很严谨 严审的制度 然后也有丰富的奖金 我觉得可以激励许多的公益组织 这个切而不舍 这个更奋力往前 而且真是怎样把社会福利 转化为社会资本 带来的是社会影响力 世代影响力 我觉得这个意义 价值非凡 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感佩 也感谢 获得玉林公益新秀奖的 看见齐柏林基金会方面 也很肯定林玉林 宏泰基金会的善行议举 协助他们逐步实现 齐柏林老师的遗愿 用影像爱台湾 看见齐柏林基金会 是从2018年成立的 所以到今年是第六年 那六年来 我们真的就是以奔跑的速度前进 那我们希望说把握时间 因为台湾的环境保护 是不能等的 所以我们利用齐柏林导演 在空中开设25年的作品 作为各式各样环境教育的 一个教案以及素材 希望更多的人 跟我们一起看见台湾 那不只是看见而已 也要有省思 也希望不管是在行为上面 或是观念上面 带来改变 那我们非常感谢 玉林洪泰基金会 这次让我们得到 台湾奉献奖的新秀奖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非常的肯定 那谢谢他们看见了 我们的努力 也让我们更有动力继续地去引向 来创造改变台湾环境的一个力量 我们希望有更多人 跟我们一起持续地记录台湾 看见台湾 整个颁奖典礼颁发总金额 超过1亿元 2017年创立至今 玉林洪泰基金会期盼 透过台湾奉献奖 为公益团体提供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也希望借此号召更多人加入公益行列 为台湾注入更多良善力量 我们是觉得说台湾有很多的社会团体 他们都在默默地为台湾奉献 所以我们也希望成为他们的支柱 然后把这个善的力量能够永续 然后绵延下去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希望每一届去选取一些 比较合适的一些的团体 然后给他们一些的经费 让他们能够有执行计划的一个支柱 其实我们也希望的是说 这个善款能够去好好的运用 所以我们会定期的去对他们做访试 而且也会希望看到他们一些指标的达成情形 然后如果说他们在执行上有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也会去协助 所以这些的部分都是希望让我们的这个善款 能够发挥的力量更大 除了颁发台湾奉献奖各个奖项 因应三托尔台风带来的灾情 林玉林鸿台基金会与公益信托也宣布 将捐赠给高雄市与新北市各600万元 基务市300万元 总额1500万的善款 作为赠灾及灾后重建的救灾基金 因为我们看到这次的话 这个风灾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的这个公益 就是我们基金会呢 还有这个公益信托 也希望能够发挥我们这个善的力量 所以我们捐助这个新北 还有这个高雄 还有基隆各自有一些的经费 也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做重建 今年台湾奉献奖还新增特别纪念奖 终身成就奖给已故空中英语创办人 彭蒙惠女士 表彰她数十年来为台湾默默付出与奉献 同时捐赠2100万元 希望协助实现彭蒙惠老师的遗愿 继续提升偏乡英语教育程度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山陀尔台风造成台湾南部地区灾情惨重 台电北市区处除了维持辖区供电正常外 更特别支援实名工程人员和三部工程车 前往高雄协助抢修 台电人员正冒于抢修供电设施 因因山陀尔台风来袭 台电北市区处除了做好各项防台措施 也动员能力随时进行抢修 其中特别针对树木倾讨及社区配电设施故障异常 台电北市区处方面也做出因应 北海本处配电线路的因子有两种 一个是靠近松山区的大型树木的导断 一个是市区里面的配电室的淹水 那关于这项像因子呢 我们已经跟市政府协商好 有大型树木的导塌 我们会请市政府支援大型的区基跟人力来协助移除 那树木移植到哪里 我们的抢修就到哪里 那关于配电室的淹水的部分呢 唐有地下室淹水 本处呢 已经有协商市政府的大型机具来协助抽水 以加速供电 另外由于山脱尔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 造成南部地区停电灾情严重 台电北市区处也紧急调度实名抢修人力 及四台工程车前往支援抢修 另外大量停电事故 造成中南部客服中心电话净限量暴增 北市区处北部客服中心 更加派60名人力 协助接听事故通报电话 12点14分左右 山脱尔台风由高雄的小港登陆 造成南部地区灾情非常的严重 那目前的本处已经派10员的抢修人员 加上三台的工程车前往协助抢修 那至于客服的部分 本处因为南部的灾情严重 所以我们已经加派60员的子机员 来协助接听电话 台电北市区处方面也呼吁民众 多加利用台湾电力APP 及登陆台电官网台风停付电资讯 事故通报及查询 长辈朋友则可以拨打台电 1911客服专线 让进线分流 以加速抢修速度 降低停电所造成的损害 记者张气滩台北报道 山陀的台风来势汹汹 台北市政府防台总动员 由于台风期间风强雨大 容易造成行动数折肢 威胁下方的人车安全 到底哪些支验 会被列为优先检除的对象呢 来听树木达人解答 看准要修剪的树枝 施工人员手起刀落 一段树枝跟着掉落地面 这里是台北市行动树 修剪施工现场 因应三托尔台风来袭 北市府公园处原意工程队 持续进行树枝修剪工作 避免因为台风带来强风好雨 造成行动树折肢 威胁下方来往的人车安全 而从今年1月到9月期间 工园处已经修剪近6万株树木 因应三托尔台风台北市政府 在1月到9月期间 我们已经完成了 59000余株的行动树跟原树的修剪 然后另外针对 那个工园绿地广场的一些排水设施 我们也有做加强轻输 那另外希望说市民在台风期间 尽量避免把车子 或是一些机车停在大树下面 避免发生一些财损状况 谢谢 那今天预计会有几个地区 要修剪这个路数 我们地区的部分 大概每天都有在进行行道树的维护 跟做修剪 不过树木修剪人员 并不是随意修剪树枝 主要是针对枯病枝 以及下垂枝 因为它们掉落的几率最大 而且不只修剪枯病枝 甚至还要树枝 让树木的风阻不会过大 原则上修剪的部分 我们会把树木做一个树枝 然后做一个降高 然后避免它有一些头重脚筋的状况 台风来斜的时候 也比较不会做无意境的倒幅 树枝的部分 它大概就会有一些 我们会有一些不良枝 树木有些不良枝或病枯枝的部分 我们会优先针对这些不良枝或病枯枝 来做修剪 然后让树木它的树枝 比较有一些通透性 然后也比较不会有病虫害的发生 低于4米的下垂枝 我们都会做修剪 然后跟枯病枝 枯病枝因为风一吹 枯病枝就会掉下来 它比较容易会长到冷 然后像它里面也是要给它输枝 输枝它的风阻比较不会那么大 为了避免修剪区域范围下方停放的汽机车 受到掉落汁液损伤 施工人员还要帮这些汽机车 做好保护措施 对因为下面它不一定都是空旷地 有时候会有冰车啊 机车啊 行人啊 还有那个房子啊 那个都很容易去碰撞到 所以要特别作用 对所以 所以我们有在汽车上面扑免费 对对对 因为我们做一些保护措施嘛 记者张旗台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今年公费流感及新冠JN1疫苗 从10月1号起分阶段开放接种 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复合接种资格的民众 尽速完成接种 台北市卫生局长 医事人员 长辈 妇女及孩童 都晚起袖子接种疫苗 今年公费流感及新冠JN1疫苗 从10月1号起开打 现场人员率先响应政策接种 即便有小孩害怕 最后也是勇敢打完疫苗 今天是我们正式跟大家宣布 开始接种新冠及流感疫苗的日子 这一次我们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我们开放有11类施打对象 特别今年我们也让满55岁以上的原住民朋友 来施打疫苗 所以照顾原住民朋友健康 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阶段我们开放55到64岁的民众 以及满6个月以上的孩子 来接种疫苗 那根据统计从去年10月到今年9月 其实因为新冠而死亡的个案210例 那因为流感而并发重症有160例 而流感因流感死亡有超过8成 是因为之前没有施打人的疫苗 而且以各数最长长者居多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再次的提醒所有市民朋友 绝对不要轻忽 有新冠及流感 有带来的伤害 特别家中有高风险的长辈 或者是小朋友 我想这些都要特别的留意 那今年我们特别不只卫生局 也结合包括社会局 灵政局 教育局 也就是我们除了台北市政 我们合约的医疗院守 让市民朋友前来施打以外 我们也结合其他局处 走进校园 邻里社区 各社福机构 来让市民朋友方便 就进来施打疫苗 所以提供这样的服务也是希望能够提升整体的施打率 来提升本身的保护力 保护育力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再次的呼吁民众 左流右心 全民安心 左流右心 来接种新冠以及流感疫苗 所以再次感谢我们卫生局联衣团队 大家辛苦的付出 那接下来我们大家一起呼吁新冠草友 以及加入原划中现成的孩子 一起都来施打疫苗 先跟大家报告 提到这里 指导拿代理 这个是我们的团队 那这里是在跨局处的一个部分 那这次呢 我们在 等于这个教育局 我们在将近三百个学校 一起来进行这个开导 那在很多的社群机构 还有多余机构 就是感谢社会局 起来之前 来做这一个部分 那在我们的医疗机构 也有超过三百五十个医疗机构 来同时来做 作为这个施打的部分 那这边也很感谢 那这边也在 5月6早上 开放这个门诊 来作为这个 一般消费民众 可以来施打的这一个部分 那我想 在疫苗的更重要性 刚才市长已经都能指示过 那根据去年的这个资料 的确 最重要的证据 就是说 发生重症死亡 其实有八十亿兆的 新疗的疫苗 所以呢 在这个整体算起来 其实 从全上来讲 疫苗会达到82人 所以在这边 这次呢 依据 组织 加烈安心 其实保护的 也就是自己 保护了更多 是最重要的家人 最重要的朋友 以上呢 在这边 再次来 演示大家的参与 台北市超过350家 合约医疗院所 提供疫苗接种服务 为了扩大服务市民朋友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12区院外门诊部 10到11月 周六上午 加开疫苗专诊 提供流感 新冠及肺炎 练球菌疫苗接种 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为了鼓励更多的企业 投资台北 2024年 台北投资歌峰论坛 重磅登场 共有国内外超过150家企业 参与交流分享 台北市长蒋万安 产业发展局长陈娟 开心的与参与论坛的 国内外企业家合照 这是2024 台北投资高峰论坛现场 蒋万在支持时 特别以AMD执行长 舒志峰所说的 创新不是奢侈品 而是一种必需品 作为开场 蒋万表示 台北市正积极采用AI技术 推动智慧治理 并推出能工智慧三件政策 希望提升城市竞争力 和市民生活品质 台北, and we are the first and the only city in Taiwan to have its own AI policy. That means our civil servants have clear guidelines to follow and assess whether the use of AI complies with risk regulations, thereby creating an encouraging bound for more innovation. And the second arrow, as you can see, laying the foundation,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and data platforms. With the affirmation backbone in place, we will continue to construct relevant frameworks by establishing our large language models, computing power, and shared platforms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AI operations. The third arrow, driving implementation, which means to promote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As we strengthen the framework, we also promote a smart city pilot program, which encourages collabo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private sector. 財產發展局長陳俊安表示, 根據最新資料, 台北市在外商投資方面表現卓越,位居全國第一。 另外,今年IMD評比, 在智慧城市排名中, 台北市要居全球第16名,亞洲第5名, 顯示台北市在數位化和科技創新方面 都適合創業家共同參與的環境。 北市府也將持續以五大招商策略, 持續吸引國際專業人才繞繳台北市, 一起驅動台北的創新未來, 促進經濟繁榮與就業發展。 台北市政府這麼多年來, 第一次針對在台北的外商, 在台灣的外商舉辦這樣的招商說明會,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說明會, 讓我們的國外的企業, 在外縣市的企業更了解台北的產業的脈動跟趨勢, 也希望透過這樣的說明之後, 讓大家更了解台北的產業脈動, 台北的產業政策之後, 能夠加強對台北的投資。 所以接下來我們大概會除了持續的去做 這樣子的企業的媒合以外, 我們也希望透過不管是補助、補貼的修正, 還有一些產業園區的建立, 都希望能夠讓更多的企業, 不管在資金上,在場域上, 在人才上, 都能夠更沒有後顧之餘的來台北市投資。 記者張棋騰,台北報導。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這7月份的出國人數, 衝破150萬人, 和去年頭期相比, 成長了27%, 反觀國旅的景氣, 住房率與平均房價, 沖霜走低, 部分景點更出現遊客, 雪崩市下滑的窘境, 重災區的花東地區, 下滑比率更超過8成。 疫情解封後, 民眾出國熱度不減, 反觀國旅景氣持續低迷, 旅數業更是首當其衝。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發現, 與去年同期相比, 超過5成2, 觀光旅數業者表示業績下滑, 平均衰退幅度達20%, 中災區花東下滑超過8成, 但西部也沒有因此增長, 僅高平地區業者影響較少。 大概有5成2的業者, 表示他們業績是有衰退的, 大概有3成2的業者, 表示業績持平, 那另外有1成6的業者, 表示他們業績是有所成長, 平均衰退的幅度, 大概來到了20%, 那其中以花東來說, 他們是中災區, 業者有8成以上的業者, 自貧他們業績是有衰退的。 再來則是雲家南的部分, 也有6成3, 桃竹苗的部分也有5成, 那另外呢, 在高平地區, 相對來說比較好一點, 大概只有近2成左右。 那業者他們自貧業績衰退的原因, 主要呢, 跟我們國人旅遊習慣的改變, 是有關係的。 那再來喔, 因為受到了天災影響, 導致旅遊的地點也有所改變。 那接下來呢, 可能因為今年沒有廉價, 再加上我們的國際觀光客變少了, 這些都影響到了我們的業者。 台南的業者普遍認為今年的狀況, 跟往年差不多。 那我們在經過交叉分析之後, 是發現了, 台南他因為今年是浮沉400年, 所以他有一系列的大型活動在辦理。 那高雄的業者, 他的相對他的表現也是比較好, 是因為他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活動, 他很多的演唱會大型的活動, 一半又接一半。 那反而台北市是最辛苦的, 因為台北市本來就是第一個, 它是不是國旅的一個旅遊目的地。 當然這也是因為它的這個都市的屬性喔, 那造成了現在這樣這種情況, 所以台北市的業者, 他們的整個今年的絕境狀況, 就會是比較辛苦的。 明年的外國觀光客, 可能就是又是韓國獨挑大樑, 那再加配合港澳、韓國, 他們兩邊應該還是兩個最大宗。 那日本因為就是日幣的關係, 那你說東南亞客怎麼樣能夠讓他多進來, 就是這個當然是靠政府去東南亞, 去多去拉客, 但是呢,又另外問題是, 這些客人80%只留在台北, 到中南部的呢, 又很少。 所以我們整個就是出了台北, 就是北台灣以後, 那大概從新竹以南到花東, 那還是基本上的觀光業還是靠國旅, 來支撐為格局。 遊客變少,住房率低迷, 觀光旅宿業者也期待有更多行銷活動, 帶動旅遊風氣, 包含政府推出旅遊補助, 從根本提升國人旅遊意願, 以及與展覽表演合作推套, 網紅KOL開箱拍攝短影音等方式, 最受青睞。 台灣有四千多家的旅行社的潛力是無限的, 它能夠帶動很多的人潮到海外去觀光, 但是我也是鼓勵我們的業者, 希望參與觀光宿的海外推廣活動交流, 才會帶動我們的英鎊市長。 最後還是希望是說政府, 都編織一點的預算,觀光預算, 這樣才能夠帶動我們整體的觀光。 現在很多外國客人,尤其商務客人, 他們要來台灣,他們必須要回去提報告, 就是他們來台灣之後, 他們這趟旅程,他們的碳排是多少。 可是現在在任何飯店的官網, 除了一些上市櫃公司, 或是他們已經有在國際上, 也有一些分公司的一飯店集團, 他們有在官網上面去露出之外, 其實對於台灣比較很多傳統的, 或是集團式的飯店, 其實是還沒有辦法有這樣子的一個數據提供出來。 其實他們很喜歡做的台灣的這些交通工具, 到處去找特色景點,或者特色商圈, 吃特色美食。 所以我覺得這個未來國際觀光, 應該在在地深耕,所有的商圈, 所有的產業,然後所有的文化美食, 還有觀光的小旅行,讓大家知道, 其實這些在地的, 都是我們台灣民眾最喜歡去的私房景點, 跟私房美食。 所以我希望未來還是要辦很多活動, 去做宣傳。 以往其實本來, 南部上來台北旅遊的人數, 就相對跟北部到東部南部去的人, 會比較上來,會比較少。 那本來人口就集中在北部, 那我想台北這個地方, 要靠這個住房率提升, 要靠國旅來提升住房率的話, 我想一些大型活動的賽事, 密集的活動,甚至是路跑, 這些都是對整個台北市的, 這個顧慮住宿是有幫助的。 其實補助不是萬靈單, 那沒有一個觀光業者說, 他是想要拿補助過日子, 業者最想要的是, 好好做生意,好好賺錢。 那所以補助來講, 有些時候是不得以為之, 那像花東補助, 這是不得以為之, 而且是必須要做, 要加大力度做。 但是坦白講, 花東的這相關的旅遊補助, 除了補助案之外, 我們也希望說, 針對花東能夠多辦一些, 大型的相關活動。 調查也顯示, 目前觀光旅宿產業面臨的困境, 還有人力成本居高不下, 出國人數增加, 國際旅客太少, 內需市場消費力不足等, 也導致國旅陷入高價, 遊客滿意度降低的噁心循環。 為什麼大家對於這個品質, 有投訴, 無非就是覺得我們期待的落差。 所以他認為說, 一個房價偏高, 那他認為這一個, 心理的一個想法, 認為不值得這個價格。 那我們剛剛也講了, 就是你的平日的一個住房率不足, 銀額不夠, 所以當然假日的一個房價, 一定是會升高的。 那剛剛也有很多人講到, 不管說是人工的缺乏, 兼速開的不夠, 全部, 那當然還有就是政府的政策。 那如果未來國際觀光客, 在政府的努力之下, 不管說剛剛開放的路客, 或者其他國際人士來, 當然彌補了一般我們民宿的一個, 平日的營業額, 肯定呢, 就讓消費者認為, 假日就不會這麼高了。 相對的, 客人的一個, 品質的一個, 期待的一個, 我們講的, 落差就不會那麼大。 人力銀行公關經理, 曾仲威表示, 人力匱乏, 已經成為觀光旅宿業者的硬商。 儘管成本提高, 仍有超過五成四的業者, 有意開缺爭財, 更有過半業者, 在面臨衰退的壓力下, 為員工加薪, 期待發揮流財的效益。 記者理席會, 台北報導。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盒,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盒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山陀爾颱風造成基隆多處發生土石流災情, 中南區新豐街甚至發生走山, 行政院長卓榮泰特地到基隆新豐街現場視察。 那這個地方我們已經看到了, 也謝謝市長跟市府的團隊, 還有我們整個工程人員, 在這個過程當中, 可以說是非常不眠不休的在這裡維持暢通的交通, 打通這個路段。 在市長謝國良的陪同下, 行政院長卓榮泰來到新豐街發生走山的現場, 視察風災後的復健工程, 包括立法委員王振旭, 多位基隆市議員都到場來關心。 市長謝國良特地感謝卓院長指示中央相關單位, 提供災後復健協助。 行政院長也肯定市府不眠不休的積極救災, 也承諾在復原經費方面, 中央會全力跟地方來密切合作。 因為就是降價歷史以來最高的降雨量, 對各地其實都崩塌的很厲害, 那這個真的很有需要請中央來協助。 那首先我要感謝中央, 包括院長還有內政部, 還有包括國體管理署還有消防署等, 調派了很多的各地的資源, 包括器具人力, 那也有包括四個直轄市, 包括新北、台北、台中、桃園還有新竹市縣, 都在中央的指示之下, 來給我們大力協助。 我在這邊要公開的感謝卓院長, 這個給我們很大的幫助。 那也要跟院長報告, 因為這個土石貪方的很嚴重, 所以本府也擬定了短期, 大概有2.16億, 長期2.84、2.88億左右, 一共4.8億的這種災害恢復的預算。 那本市呢,目前也緊急的去調整了本市, 目前這個年度的相關的預算, 讓我們在這一次災後的應付, 可以達到1.6億。 這個是在我們目前的稅出250億左右的規模, 緊急調整出來,是我們本年度的。 那明年度我們也把我們的災害準備的預算, 拉到了4.4億以上。 但是可能這中間真的是還有很多中央需要協助的地方, 還請院長給我們基隆市, 跟基隆市民大力的協助。 再次的謝謝院長。 在禮拜五發生這麼嚴重的過程裡面, 我第一時間就反映給卓院長, 務必請卓院長在最快的時間, 能夠到現場來協助,如何勘災, 如何能夠讓後續整個基隆市民, 不管是在災後的重建, 或者是各方面,都能夠透過好的方式, 來協助基隆市民,能夠盡快回復該有的生活。 那也真的非常感謝卓院長第一時間, 就能夠趕到現場來。 有挪用出的預算,或是災害準備金助理, 不足的部分,我們還有中央,還有以緩計及的, 我們還有二倍金,甚至明年還有需要, 明年的預算,我們還是寬裂,核定在中的,還有, 但是希望能夠謹速的把工程完成, 那預算經費的問題,中央地方合力的來解決它。 我希望中央地方,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能夠在第一時間掌握狀況, 由地方先行處理,我們隨後一定, 就各個優先順序,做有規劃的來處理跟了解。 那地方能力,財力上有不足的, 我們一定從人力跟各方面來做支援。 建立這樣一個中央地方合作的模式, 是要讓市民覺得安心,天災不可避免, 但是合作一定要完成。 另外,市長謝國良跟行政院長卓榮泰, 環境部長彭啟明,也前往視察環保局清潔大樓附近, 邊坡嚴重塌陷的問題。 環境部表示,將積極協助基隆市環保局。 那關於這次的受損,第一個是繁化爐, 目前還可以正常運作,不過我們會為請自來水, 相關單位能夠趕快,把這個趕快復原起來, 能夠讓我們的繁化爐可以繼續的運作。 那第二個呢,是受損的這個工作的車輛, 剛剛我特別提到食物量,包含了行動公車,流車, 那其實我們環境部跟各縣市環保局, 都有一個群組已經都在調波了, 那這個調波是應急,但是我們未來呢, 也希望基隆市環保局能夠提出申請, 我們會妥善的,完全會支援,未來會幫忙這些事情。 那另外一個我們還會協助的就是這個道路, 進場道路的邊坡,道路的修整, 這個我們環境部也會全力來支援。 這次山土兒颱風來襲,降下基隆78年以來最高的單日雨量。 市長謝國良說,市府積極進行各項復健工作, 也感謝中央伸出援手。 中央地方一起努力, 讓市民朋友能盡速恢復日常生活。 記者黃日生,陳淑平,基隆報導。 歷經三天全力的協同救災, 新峰街山崩路段終於在各單位的通力合作下, 昨天晚間8點搶通了。 山土兒颱風的單日降雨量打破基隆78年來的紀錄, 造成基隆新峰街發生嚴重的山崩意外, 中斷交通。 經過市府整合各個施工單位以及中央地方資源, 終於在6號晚間8點通車。 市長謝國良特別感謝所有協同救災的各單位施工人員, 為市民不眠不休的努力搶通路段。 剛剛施工人員跟我們建議, 我們在通車以後會分尖峰時間跟非尖峰時間。 尖峰時間的話, 我們還是會用交通管制的方式, 完全是雙向的通車。 不過它的車道, 因為還在施工的關係, 會稍微比較窄一點。 那在非尖峰的時間, 我們會實施用單線, 但是雙向都可以通。 雙向通, 我們就用透過管制的方式讓雙向可以通。 因為我們現在現場邊施工的時候, 我們發現, 解釋一下為什麼。 上方的土方量很大, 將近接近一、兩萬方的土方量。 那我們就是要邊修坡, 要把土方載進去。 所以它要有一個施工空間。 因為又要兼顧到有一個施工空間, 又要兼顧到我們的交通。 在這段救災期間, 市長謝國良、公務處長陳耀川、 交通處長王俊宏、 後備指揮部跟警察局等各單位的首長, 還有義警等名利日夜協助。 我們巡守隊當天發生山崩的時候, 我們巡守隊就立即出動, 馬上來這邊疏導交通。 等到義交大隊來協助的時候, 我們就撤退了。 我們巡守隊是可以發揮出這個社區的, 協助社區的功能。 還有運船耶。 運船的喔。 對啊。 你們太辛苦了。 不會啦,安全第一啦。 對,安全第一。 看到我們在交管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啦。 因為交通安全第一啦, 人命關天啦。 透過團結努力, 跟時間賽跑救災, 為的就是讓市民朋友能在最短時間內 恢復正常生活。 記者黃日生、陳淑萍基隆報道。 土石流重創必殺山水社區。 市長謝國良多次到社區關切復原進度。 光是那天落下來那天就來兩次。 昨天也有來, 他那天又來,他很關心。 因為我們這樣子整個崩下來。 二十幾年沒有這樣子耶, 是噩夢。 第一次。 二十幾年前有一次, 你這麼嚴重。 這次最嚴重。 聽說這次他跟蝦很大、很大。 對。 齁。 現在沒什麼電流啦。 都沒電流。 昨天早上還是進階,進階性的大。 嗯。 也是都很大啊。 我們台灣也很麻煩, 就這麼大要怎麼辦。 到時候還要再崩。 他以前的那個擋滷橋是用噴, 噴嘴裡而已。 哦。 並沒有做什麼鋼筋啊, 什麼整個給他老虎,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不知道, 他就是整個崩塌下來才看到, 裡面都空的。 對。 今天有摩摩都空的, 要不要空。 這以前吐乾去, 我們車頭都耍蟲了。 我知道,我知道。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在那裡要跳。 後來,這個歐洲也會弄錯, 會拚到清空, 還要用水水水, 我們要靠。 我們先把這塊, 這塊先把, 這塊先把, 從小三貓, 從外面直接去進去。 所以,一台小三貓。 然後另外, 樓下也缺彈。 要不同的。 對啦,這次四小時都要, 這次四小時就要, 就要看到效果。 會會會, 我每天都會來看, 每天都會來看, 每天都會來看, 每天都會來看。 每天都, 我前天, 昨天,今天, 我都會來, 我每天都會來。 對啊, 最好是民生的問題, 謝謝。 好, 那我們就先抽出來, 今天一天, 我們先抽, 明天我再來看, 搞不好明天可以再進來, 好不好?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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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市長,謝謝。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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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正區的必殺山水社區, 在山土兒颱風來襲, 遭到重創。 市長謝國良, 再度來到社區關切復原進度。 他特別按居民一起到頂樓勘查, 因為這次的災害主要是僅靠社區後方的擋土牆, 在颱風好雨的沖刷下崩裂。 大批土石泥流灌進部分民宅的家裡, 跟社區的兩處地下停車場, 目前仍在持續清理環境當中。 市長謝國良現場聽取居民的需求後表示, 市府團隊將和軍方積極協助居民恢復家園, 希望讓住戶能盡速回歸正常生活。 明天我再來看一下, 我明天早上也會再來, 我們再看一下好不好, 然後那個三貓要兩台, 直轄市現在都有運三貓過來了, 他不是有兩個停車場嗎? 那一個停車場要一台, 一個就是我剛剛在跟你的地方, 剛剛那個第二個地方你有跟我下來, 就是我們每次來看的這個地方, 他要需要兩台, 因為他裡面那個需要三貓才能搖出去, 所以我需要兩台喔, 那我明天早上會再過來看一下。 不會不會不會, 你們辛苦了, 我們是希望說這兩天趁這個周末, 趕快把它弄一弄, 好不好, 他今天有打給我, 你們有什麼事, 我們有手機的, 他早上打給我的, 所以你們再跟他說, 如果有什麼, 你再跟我說, 好嗎? 好嗎? 那沒問題了, 現在最重要的是我們後面那個, 當地牆要怎麼做? 後面我們就來處理, 沒有喔, 你看, 後來冬天, 冬天過後, 過年過後還好, 一定比較清明前以後, 好, 這如果沒有, 真的大家幫我做, 好, 當地牆的問題, 我們後面我們來去的政策, 好不好, 用這次的公災來做, 好嗎? 現在不快做到, 用這次先, 把這個, 救災第一, 讓大家正常生活, 市長很關心, 你放心, 另外, 由於地下室的水塔, 也被土石泥流汙染, 造成沒有乾淨的飲用水, 市長謝國良表示, 將先送瓶裝水給住戶應急, 市府公務處也將協調水公司的水車前來支援, 集合各種資源與力量, 來幫助社區住戶盡早回歸正常生活, 、 市長每天都有來關心, 加速儘快處理這些事情, 不然的話, 記者有看, 那一大片, 我們真的住戶沒辦法清, 現在會手軟 手軟也不知道,然後停下來不知道怎麼騎 因為有一些,重點是泥山那些真的是很難挖 對啊,你們有下去走 後來是山貓 山貓邊產我們住戶,然後水車沖 然後住戶大家一起掃出來這樣子 對,掃好幾個小時 用人力沒辦法 能力挖掘泥土嗎 那可能沒辦法 那要山貓產比較快 因為實在太大片面器了 對啊,那個實在,挖起來那個有限 對啊,我們住戶自己也有挖 先挖那個水塔上方的 光那個彌沙包我們就挖了快30包的泥土 對啊,但是還是沒辦法只能輕一小部分而已 對啊,所以感謝市府還有這些公務他們的幫忙 對啊,區長、里長他們的幫忙 我們才可以那麼快 就是至少室內的部分先能夠先恢復原狀 記者黃日生,陳淑萍,基隆報導 另外,疫情路校園的邊坡黨土牆貪方 土石滑弱 市總謝國良及市議員何淑萍前往勘災 強調搶通優先 再進行復原工作 火、花、花 民眾拍下擋堵牆上的黃泥土 晚晚的留下還持續的滑洞中 上面全封了,我們這邊也封了 這邊現在那個樓梯下面整個山坡全封 發生邊坡貪方地點就位在17路4號凌晨開始 出現連續兩次土石流 不僅路面直接被大量石塊堵住 就連電桿全都被吹倒垮下 橫躺在整個道路無法通行 4點多的時候 17路54號這邊第一次貪方 這裡位於這個崇佑的校區旁邊 然後現在崇佑裡面有龜裂 而且他這邊的擋土牆整個土石攤下來 這是第一次貪方 那第二次貪方是17路38號 那邊就是崇佑的那個樓梯那邊 那邊是第二次貪方 造成38號到54號 這邊中間的居民都沒有辦法進出 尤其是他們地下室 有地下室的人都淹水 然後都沒有辦法進出上班上課 那現在就是拜託市政府這邊先搶災 那第二個就是建議校方 能夠把這個大型的樹木把它修剪 然後再加固我們的那個擋土牆 以免他整個毫大雨帶來的那個土石流 會衝刷到我們民房裡面 土如其來貪方讓一七路交龍受阻 實際來到擋土牆上方 就是從右影義科技大學的範圍 地面上出現長長一道軍列痕跡 人在外頭勘災的金融市長謝國良 也到現場勘查 指示市政府開口契約廠商 搶通優先 如果這個樹木有可能 如果這個樹木是根都在沒有了 還是有可能會打算 要小心 它是從日能耗派水管斷掉 所以公司 喔 派水管的問題 一七路發生三崩 造成交通中斷 從右科大也通知學生 改走中等公園瘦三路 市政府強調搶災優先 再進行災後復原 記者黃紹明記錄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 營養化碳中結者 - 納口獎提醒您 - 無外式瓦斯熱水器 - 絕不可裝在家裝窗戶的陽台 - 廚房等室內空間 - 因為瓦斯燃燒不完全 - 就會產生營氧化碳 - 短時間就會讓人頭暈想吐 - 甚至意識不清 - 想保命跟我這樣做 - 一 熱水器遷移至屋外 - 二 更換成強制排氣式熱水器 - 三 擔用電熱水器 - 納口獎祝福您 - 洗澡通風保安康 - 營業者收益減損 -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 自己使用的機上盒是否合法 -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盒 -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盒的民眾 - 有任何的罰則 -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 - 支持影視產業 - 營養化碳終結者納口獎提醒您 - 屋外式瓦斯熱水器 - 絕不可裝在加裝窗戶的陽台、廚房等室內空間 - 因為瓦斯燃燒不完全就會產生營氧化碳 - 短時間就會讓人頭暈、想吐、甚至意識不清 - 想保命跟我這樣做 - 一、熱水器牽移至屋外 - 二、更換成強制排氣式熱水器 - 三、敢用電熱水器 - 農口獎祝福您 - 洗澡通風保安康 - 酒駕罰很大 - 一、提高酒駕違規罰還 - 在犯才累計加重 - 罰款無上限 - 酒駕聚檢或聚冊罰更大哦 - 二、呼氣酒冊值達0.25毫克以上 - 連坐處罰年滿18歲的同車乘客 - 三、酒駕在犯、聚檢及聚冊在犯 - 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 - 沒入該車輛 - 四、酒駕重新考照 - 需強制加裝酒精所 - 找別人帶吹也不行 - 要罰6000至12000元哦 - 五、未完成酒駕防治教育或酒飲治療 - 不得再申請考照 - 六、慢車酒駕也加重處罰哦 - 酒駕零容認,內政部警政所關心您 - 機房及非法機上和經銷商強力查期 - 去查獲778台非法機上和 -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和的業者 -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徒刑合50萬元罰金 - 影視產業式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 盜版業者行為 -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 自己使用的機上和是否合法 -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和 -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和的民眾 - 有任何的罰則 -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 - 支持影視產業 - 報告- Everyone - monopol - 白 accommodation - 大家啊